599驅塘車站地下道 明朗寬敞的空間 仔細看牆上的壁畫 有佛光山的大雄寶殿 還有象徵佛光山的三好精神 甚至還有大樹舊鐵橋 大車旅客不禁多看兩眼 拿起手機拍照 火車站可能都是用掛 掛圖就是掛作品的方式 那我覺得那會有點可惜 那用壁畫的方式 我覺得是蠻好的 它有融入在地的特色 然後佛光山也是我們宗教的聖地 然後它有把 還有這一些 像大樹舊鐵橋 火車站這邊的一個風景 都有做一個融合 我覺得這樣不錯 受到九曲堂車站的委託 佛光園美術館寫出台鐵 完成這一系列手繪圖 以佛光山及大樹地區為主題 繪畫即將完工 當天下午 佛光園美術館總館長如昌法師 和九曲堂車站站長的一星人 特別前來關心現場狀況 會示範仔細向館長與站長 介紹牆上作品的內容 而他們也對牆上的壁畫十分滿意 希望讓大家呢 透過這一些的彩背 看到大樹之美 看到大樹有三寶 包含佛光山以及荔枝鳳梨跟水之圓 我想這個是大樹鄉的特色 也是佛光山跟社區 透過藝術創作將共同空間更美 有時候看到旅客 來我們車站進出 是變成衝衝的過客 我希望所有人在這邊留下彩繪 讓吸引旅客的目光 他進來 進而推銷我們大樹區 色彩繽紛的手繪圖 瞬間讓原本平凡的地下道有了活力 這些繪畫的幕後推手 是來自佛光與美術館 和佛陀經營館的館員 雖然兩人都是本科出身 但也是第一次在車站進行繪畫 這次耗時將近一個月 和眾人一同成就大事 也讓他們感到十分殊勝 我們是用佛光山的一些意象 然後還有大樹的特色的景點景觀 然後就是把它以一個主題設的方式 就是安排在我們的廊道上 希望來這邊的遊客呢 就是看到這畫面 可以心中有明亮的感覺 其實我們都是第一次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然後在牆面上畫巨幅的作品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新的挑戰 我覺得可以有機會用藝術來讓大家 就是因為經過這裡 然後得到快樂也蠻開心的 在地車站結合宗教文化 體現佛光山共生共榮的精神 不僅提升車站美觀 佛光山用心協助地方適用再造 用一支簡單的畫筆 連結地方長久又濃厚的人情味 已經維持王山藝中主名高雄 三方報導 請忍不僅修 謝謝大家